最近黄金暴涨 很多人都懵了 为什么美元指数涨黄金也涨 这可以说是难倒了无数的经济学家 其实这个事情在过去的历史上发生了四次 05年 08年 10年 11年 都发生过这种情况 虽然理论上我们讲美元与黄金呈现负相关的 就是美元涨黄金跌 对吧 未来如果降息的话 美元肯定跌 那黄金一定涨 这是一个常规关系 但是在一些特殊的时机 美元和黄金会同步上涨 这种同步上涨 一般来说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就是大众商品的价格持续上涨 通胀水平抬升 实体需求增长又放缓 经济出现这个滞涨迹象 或者说已经步入滞涨 也就现在大部分对黄金的看好 或者说美元同步上涨这个情况 很可能大家已经在担忧 美国是不是进入了这个滞涨 第二种情况 就是通常会伴随着石油危机 次贷危机 债务危机等地缘政治 或经济冲突的这种发生 市场谨慎和避险情绪显著升温 这个目前大家好像也看到了一些迹象 第三就是基于通胀预期 或对美国经济发展前景的担忧 美国国债收益率就会去丧行 使得市场投资者选择美元和黄金 同时作为避险资产 所以在这个阶段 如果它作为避险资产 美元黄金都可以 都有这个功能 所以的话如果是基于这种情况下 美元和黄金 它也会同步上涨 在这过往的历史时期 可以说是一个普遍性的规律 好 关注新闻 了解财富背后更多的真相